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还没有解散的女神组合 那告诉各位啊 最近好像发生了一件大事 没错 是吧 在介绍大事之前 我们先欢迎今天的TK11 非常帅气 欢迎TK11 《魔谷街 我的买手机》 本栏目由女性购物MP 《魔谷街》独家冠名播出 这个大事情跟TK11有关系 有关系 没错 那在前一阵 大家都看了这个美国一部大片 《复仇者联盟2》 我们拿到了最独家的消息 哦 据说《复仇者联盟3》 将会百分之百在中国取景拍摄 感到漂亮 而且当中出演的各位主演 全部换成了我们的TK11 TK11 哇 这个没有违和感啊 很大片的感觉啊 真的 吴亦祥爷是公主发型 有没有 真的 JAMS这个真的没有违和感 JAMS 对 但是你现在就是 你没有把胡子续回去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看你就会奇怪 可是我很奇怪是 为什么美国队长是杰斯来演 我以为是孟天来演美国队长 罗密欧演的是 大老板 大老板 虽然你不想要我 大老板 但是我是大老板 哦 哦 耶 傅雷和布莱尔 布莱尔变成好客了 就在傅联当中啊 绿剧人他永远是一个搞笑担当 这个好帅 这个好帅 小鲜肉 小鲜肉 他这个造型应该是 姐姐 别跑 好帅哦 事实上 韩东秀这一张非常帅 但是他错误地放在了 一个搞笑的旁边 孟天谢谢 孟天谢谢 让我做女人我没问题 只让任务做一个辣妈 搞得太适合了 孟天你知道吧 下回如果有机会 去到你家乡的话 我基本上知道 他就知道补母长什么样子 所以看得出来 P图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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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感觉好多了 不错 他的眼神特别好看 你看 没错 真的 而且为什么你的角度 跟这张照片选的姿势 都这么保持一致的 同一个出品人的角度 你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TK11 有机会 《绝逐之子花开2》的出演的话 你会不会录用它吗 事实上呢 我其实真的考虑过这件事情 但是呢 就是刚刚看了那些照片以后 我觉得不怕 这个事情考虑进去了 没有 重点是还得看那个 何久何导演的意见 对吧 说不定呢 他跟我有不同的想法 看到之前的照片以后呢 他真的邀请TK11 出演《绝逐之子花2》 对吧 这个事情的话呢 我觉得过几天啊 直接来问何老师就可以了 等何老师亲自来了定 等何老师亲自来 然后呢 各位就问导演 好 我们也希望真的有一天 可以为各位 完成这样的英雄的梦想 对不对 接下来 各位 如果你们真的拥有一项超能力 你希望是什么呢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 我们不瞎说 冯天你应该最想催眠吧 因为你那个角色 我想要就是让人的记忆没了 就看完那张照片 谁都记不起 其实我特别想学会 全世界所有的语言 包括动语言 动语 这样是可以了解 所有国家的文化 然后可以到不同的国家去旅游 瞬间移动 因为NDS啊 对吧 因为我觉得首先 如果我在澳大利亚 或者在任何地方 我在工作 半个小时可以休息啊 我回家看看宝宝 看看老婆 回来继续拍摄 对 好 你是回去看看宝宝老婆 那穆雷你要用这个做什么 去看看她的宝宝 去看看她的老婆 看阿伦的宝宝 好 来啊 来啊 去看阿伦的宝宝 不会 不会 穆雷 那我回家看我的小狗 一个这么伟大的超能力 居然是用来看只狗 我自己会选当一个吸血鬼 永远地活着 因为这样我咬谁 谁就会永远地活着 所以我可以选择谁会 这么是 对 我的爱人 我的朋友什么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特别想听别人在想什么 哎 这点我也想过 我也呀 这个挺好的 我有个能力 可以把你们所有的能力放在一起 还有什么 把时间停止 你可以花13个小时到了那里 时间开始你过来1秒 OK 时间停了之后呢 你可以永久地活着 但是你的时间一直在过去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她其实把时间定止了 但是她自己还在 她的时间还在流通 一周一周 哎 那个老头是谁啊 哎 好了 那所以呢 这个 这些啊 都属于我们可遇而不可求的超能力 也许在人类的进步的过程当中 再隔个一百多少年 对吧 开始再一次地进化 也许拥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呢 接下来 我要邀请的这一位 她有一种超能力 就是她可以保持 每天都非常的开心 而且我觉得 如果以现实的角度来讲 很多人希望成为 可以像她那样永远帅气 有魅力 嗯 对不对 是了 所以呢 就要欢迎今天的嘉宾 红遍两岸3D的著名影视演员 HAPPY先生 林宝宜 欢迎 欢迎 一看他就要笑起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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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来 请坐 我们称呼宝哥为 HAPPY先生 是 为什么是 HAPPY先生呢 对 其实我的最后名是 每一天都要快乐 要Be Happy 要活得开心的每一天 对 很赞 所以你给自己取名叫 Be Happy先生 他在微博上也是 就是每一条发完 都是以Be Happy作为一个结尾 对对 或者是Be H 宝哥的这个概念啊 就是我们从小看香港电视剧 不是最常讲一个台词吗 做人吗 最重要就是开心咯 要不我出来面给你吃啊 对 就要有一种乐观 开心的这种精神 对 是的 今天我们的议案来自于 一封观众的来信 那我们请林宝宜先生 帮我们宣读 今天的青年议案 好 本次的议案来自一个 观众的来信 他工作上面喝酒 拿订单 跟陌生人喝酒 那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很快就把那个关系拉尽 朋友圈用喝酒来活的好人员 把酒作为那个 交际的利器的我 他说正不正常 把酒作为交际利器的我 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如果你觉得不正常的 请亮灯 我们听一下就四位 四位是觉得不正常是吗 我认为不正常 因为在这个社会 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喝酒 比如说有些国家 他不能喝酒 有些宗教他不能喝酒 你别以为你能喝酒 你就可以融入到 各种各样的社会 比如说如果你融入到 那个不喜欢喝酒的社会 你怎么办 你就跟他比 哈 哈 哈 那也不行 交朋友并不要通过酒 要通过你自己 现在是 我不同意韩兵 还是世界上大部分人 当然大部分人还是喝酒 另外肯定有一些 人群可能不喝 但是还是大部分人 对 喝酒是可以拉近距离 你如果没有喝酒的地方 也没有关系 你照样可以交朋友 好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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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喝酒的话 你们关系会变得更加密切 不敢说的话也可以说了 然后 两秒钟之内就变成好哥们 酒 它仅仅是一个交集的方式 它不是一个交集工具 也不是力气 我们可以用好多方式 比如咖啡 水 牛奶 你用什么工具去交集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用什么心态 有什么思想去交集 这才是重要的 比如我是来自一个全国人 都不喝酒的国家 我们全国都经纪酒 但是我们交集也是十分OK的 没有任何问题 对啊 你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 对啊 他们从哪里面有喝过酒 男的不是吗 刚才你们说你们都不喝酒 我理解 因为我也有朋友是这样的 跟他出去吃饭的时候 就有一种感觉就是 才吃感 少点什么 其他人这喝酒 就他一个不喝酒 他会不会不开心呢 对 不喝酒 挺好的 他喝水 很快我们已经可以 来来干干干干 然后他就 你还OK吗 很担心他跟不上我们的节奏 对 因为你喝完酒 其实你脑海里有一个化学上的反应 你喝水 对对对对 不一定没有一个这种反应嘛 所以我还是对不一样嘛 我是德国人 所以我特别赞同你的观点 啤酒 啤酒 对啤酒 所以大部分的德国人 就每天晚上都喝一杯 或者一杯 一桶 这么一杯 一桶啊 作为一个德国人 我有时候比较害羞 比较羞涩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表达 我自己的观点 我可能喝一杯或者两杯 可以就放松 然后就比较开开心心地聊起来 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 就是交流是一道菜 那酒就是这个菜里的盐 就是觉得哎呦 不放这个盐就去那里面吃吧 不可吃怕的一个地方 对 但是你可以吃没有盐的菜 就是觉得放了一点盐就更好吃 因为你是关了 但如果是喝水的话 我们是每天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 而喝水的 你喝水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化学反应 所以说你跟朋友一起喝水的话 也不可能有共鸣 哎 我问一下啊 就是问一下大家啊 因为我们聊的是谈酒的这个 对交际的作用 这种交际的工具 能不能换成其他的 比如说换成奶 拜托 可以啊 咖啡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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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场合的 可以 因为如果我们在一个咖啡厅 不错 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酒吧 然后你就是 就是大家都在聊天 然后就 来espresso 耶 就有一点不对劲啊 但是我还是觉得咖啡喝茶 还包含咖啡因嘛 所以咖啡因 你脑海里也会有一个化学的反应 但是反应不一样嘛 对 但是我喝完一杯咖啡 我的情绪也会提高嘛 我会提高 我想说James把咖啡当酒 你看过他喝咖啡吗 对 就一口 一口干一口 等一下 James 你不会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还咬骰子吧 来 五个料 对 韩国也是挺爱喝酒的一个国家嘛 我们生活节奏跟德国一样 就比较快 然后压力比较大 然后如果你喝酒的话 可以放松自己 拿出最真正的自己来跟大家沟通 这样的话 可以很快就拉近距离 这就是社交力量 对 但是你们的酒 还不如我们的酒 这个是你 这个是几个 这个我们大好在聊好不好 我比较诧异的是 为什么来自于美国朋友 竟然是亮灯 是啊 我没想到 有这么一天我更不会 不是也还要喝酒的吗 终于在这样的一个画面当中 伊朗跟美国达成共识了是吗 对 历史性的一刻 因为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 你们这样想才刚刚说到一句对吧 说这个 要是有其中一位不参与的话 就感觉 是不是玩不到一起了 是不是不够哥们儿 怎么样 对啊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自己 我本身很讨厌喝酒 我不喜欢他 怎么可能 其实我觉得最终我交朋友 是因为我喜欢那个人 我工作 所以我事情做得好 应该喜欢我 不是因为我喝酒 要是按照你就 他好会喝酒的话 那就交一群酒鬼的朋友对吧 无所谓人是谁对吧 这个我觉得 不 我们不是因为酒而认朋友 我们是说因为酒能够促进快速的 对对对 但你想当你小朋友 你最小的时候 你看一区游儿园的朋友在酒吧 哈自拉吧 也没有啊 他也没有酒 他可以当很好的朋友 对啊 不需要这个东西对吧 其实在俄罗斯 你如果喝酒的话 你很多的事情特别好办 当你喝酒的时候 跟朋友说一些事情 他已经答应你了 之后他就没有办法拒绝了 他不会因为第二天酒醒说 我喝多了我不记得 对啊什么 他会这样吗 他不喝多了 我不是反对喝酒来自 盖茨 我来自意大利啊 盖茨 盖茨 现在意大利出口量 红酒的出口量 是排第一名超过了法国 我们喝的酒也很多啊 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把酒 作为一个利器 就是你想喝就喝 你不想喝就不喝呢 不是说没有酒的话 永远不能当朋友 是不可能 但是主要的原因 是一个文化的原因 这些人他们两个 德国的和英国的 他们属于湿的文化 我们南方属于干的文化 湿的文化和干的文化 是怎么解释 就是这样说的 他们两个喝很多 基本上英国和德国人 他们可能是工作日的时候 不怎么喝酒 然后把想喝的酒 都集中在周日和周六 不一定 不一定 我说总体来讲 跟你不一定的 当然在南方的话 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每一天 喝一点点的酒 为什么 我们讲究的是质量 而不是数量 所以 所以你发现没有啊 事实上 事实上你看 你看这两个国家 严肃 严肃的 它需要靠一点酒精的 麻子自己开起来 对对对对 非常对 我刚刚那个调查 德国人17%的人认为 喝酒之后就可以放松 可以加强自信 英国人25%的人认为 喝酒了之后才能加强自信 真的吗 意大利呢只有8%的人 认为是这样的 其实 哎 其实你没发现没有 我们中国也是酒文化 很博大精深的一个国家 对 事实上中国人也是 是比较泪敛和含蓄的 嗯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 也喜欢喝一点酒以后 之所以可以交朋友啊 是的 就可以外放 把平时不敢说的一些话啊 不敢表现的一些样子啊 都可以展示出来 就是你可能平时 今天跟老板一起吃饭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我根本不敢跟老板讲 我根本不敢说出口 两杯下肚之后 老板我就立刻可以讲出来 你知道 同时呢我们这个身边呢 有一份这样的资料啊 嗯 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选 事业上最爱喝酒的国家的 前十名当中 有 我们TK11所属的国家 有六名是上榜的 哎 我们先来看看现场这么多国家 你们觉得哪一个国家的人 会上榜 觉得自己国家人很能够的 请举手 哦 俄罗斯 澳大利亚 韩国 德国 英国 中国 还有咱们中国 还有咱们中国 就是在俄罗斯 你经常在外面 真的会看到一个老太太 就是左手她溜狗 右手拿着一罐啤酒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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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能看到 大卫在俄罗斯 你可以在外面喝酒吗 在俄罗斯 很多人在外面喝酒 因为在加拿大就是违法的 如果一个警察 看到你在外面喝酒 你会受到一个罚款吗 就是违法 而且他会倒你的酒 我在德国就看了一个调查 是因为德国 一个普通的一个人 可以喝别的国家的两杯 我没发现 我没发现 他喝一杯 我就喝两杯 没发现 我没发现 哎 我们现在 我们请宝哥来参与好吧 对 你觉得会是哪一个国家 德国 德国 英国 俄罗斯 哇 厉害的国家 那我来揭晓一下啊 好 分别是第十名是澳大利亚 第十 第九名是德国 两杯 两杯 然后接下来是第七名韩国 第三名是俄罗斯 第二名是中国 中国比俄罗斯能喝 然后接下来第一 但是我很好奇 谁会排在中国前面 我觉得中国人已经很能喝了 第一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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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是英国 哦 好了 各位 大家 为了更了解酒在各个国家 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怎样的一种担当 我们找了这个TK11国的 几则关于酒的新闻 帮助大家呢 有一个这样直观的印象 是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就是这四个新闻 有一个是假新闻 好 我们采取一种有奖竞猜的方式 好 好 但是我们的奖呢 是奖励给猜错的人的 对 我们对猜错人的奖励是 本集的通告费 我们就不发了 对 对 作为对猜错人的一种奖励 罗美佑已经接受了 我们可以走吗 你怎么知道你自己会猜错 要有自信了 好 好 所以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就今天网络各国热点 探索奇妙世界真假 我设计不错 今天是 11月2014 11日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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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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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结束 哦结束 是吧 刚才那个新闻讲的是什么 什么 就是 在俄罗斯的一个餐厅 有一名男子 跟自己的朋友喝酒聊天时 忽然之间旁边很多人 蒙面人打起来了 但是那个人的朋友是跑掉了 但是这个人是淡定地继续在那里喝酒 然后还继续看这个打架 所以那个人是真的胆子大 还是已经吓得腿软跑不了 可能他喝了 已经整个晚上已经喝醉了 那不一定 站不起来了 好 各位 觉得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真的 我觉得在俄罗斯 一切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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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 欢迎来俄罗斯 好 我们现在把镜头 从俄罗斯转到大不列颠岛 你好 欢迎来到9时报道 我的名字是Blair Sugarman Sugarman 明明是个社会新闻 你把名字一爆出来就变成娱乐新闻 来 主播 主播继续 来 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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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在9时报道 欢迎来到BBC报道 最近一个英国企业 有一个选择 什么名字 你不是说不说名字吗 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们很好奇主播叫什么 我们想知道主播叫什么 下方 下方 有个特效 有个特效下方 OK sorry 对不起 开始 Hi my name is Tony Blair Welcome to the 9th of the News Recently an English company has come out with a new invention to let men drink anywhere they like including in their company The new invention is a tie that carries a small packet that contains alcohol and can be drunk inconspicuously at work The new invention is so discreet that even in their company even your boss and your colleagues can't notice that you're drinking from it Thank you for watching My pleasure 我翻译一下 这个是说最近有一个英国的公司 出了一个新的发明 可以让男人随时随地都喝到酒 这个发明是一个领带 里面放了一个小的气囊 这个气囊里面可以装酒 你可以偷偷地喝一下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发明是跟罗密欧说的有点一样 英国人就是酒鬼 酒鬼 我没有说错 好了 各位来判断一下 这个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我觉得是真的 假的吧 我不同意 怎么能放 怎么能放进去 你不能想得太正常这个事情 对 英国嘛 对 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比如你的工作是要动起来 万一酒洒出来怎么办 动起来就放在后面了 对啊 放在后面 我觉得是假的 因为我觉得就 你是英国的 然后就感觉你们工作的时候还是挺认真的 哦 谢谢 我们就是很认真 那接下来镜头 从大布列领导来到中国香港请林保怡先生来为大家致行 新闻报报 欢迎大家收看《晚间新闻》 我是林保怡 转自《香港日报》19号说 他说今天下午午时 在旺角花园里有一间茶餐厅里面 有两个醉汉喝得好醉的 他们就觉得自己说得好投契 然后就觉得自己 喂 两个应该是兄弟来的 而且大家都是姓陈的 大家都是住在那一区 所以他们越饮越兴奋 就叫那个餐厅老板 就跟他们说一定要结盟 叫做两兄弟 那那餐厅老板当然受不了他 那立刻报警了 在报警之下 警察回来一调查 结果发现 他们两个原来是亲兄弟来的 哦 Eddie Porter 好 谢谢 等一下 我居然把这样一条慢新闻 每个字都听懂了 那听得懂你来翻译吧 我尝试也试一下 就说有两个醉鬼在一个茶餐厅里面 他们就一块喝酒 然后喝得特别投缘 突然发现两个人都姓陈 然后就跟那个餐厅的老板说 他们两个一个亲兄弟 在一个餐厅里面结拜 然后餐厅的老板就选择了报警局 他们两个是醉鬼 结果警察过来一调查 发现两个人 哇 真的是亲兄弟 就是喝到醉的 以为对方只是萍水相逢 醉到这个程度是吗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 全罪100分 哦 好啊 那大家觉得这条新闻是真的吗 新闻 我觉得很正常啊 对 我说就是 喝醉了之后 六亲不认的情况 大家都没有过吗 对 我没有啊 我没有啊 我没有过 你有过 不好意思 来 不好意思 讲真的 你们外国的朋友觉得 中国人喝酒 在你们印象当中是什么样的 我第一次喝酒是在中国喝酒 中国人就是说你喝喝喝喝 就是非常客气嘛 因为你知道中国人的九州文化 有一个概念是什么 招待远方来的朋友 一定要招呼朋友吃好喝好 所谓喝好就是一定你要喝到位 我觉得这个文化的差距 我可能是唯一的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是我的婚礼 我的兄弟们还有我的表弟表妹什么的 他们都过来来中国 然后一来我的老丈人 他就是买了好多箱 一箱一箱一箱的酒 就把这个拿出来 碰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喝完 你知道吗 我的一个表弟说了什么 他说太棒了 用免费酒喝 我想问一下老丈人是不是特别失落 他已经准备了很多劝求词之类的 结果自己当时就喝了 哎 我还没说完呢 对 就去碰上酒鬼了 对 准备了好几套 很多招 肯定要把这些人 灌醉 对 没想到他们已经成功了 什么都没有做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要告诉一下大洋彼岸岛 澳大利亚喜欢喝酒的朋友 快来中国吧 我们这边 我们买单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要把焦点 从中国的香港转到了德国 我问一下 我想多少带着点傲娇味 对啊 是 这个新闻好短哦 对 很短 因为我们德国人 不是那么啰嗦 就我们 说谁啰嗦的 我感受到那种傲娇味 说谁啰嗦 对 说谁啰嗦 我们的概括能力是比较强的 好 那你用中文 概括一下这段新闻 就是说我们在德国 有一个24岁的一个男生 然后他上过大学 然后大学喝多了 然后就开其他的自行车 然后因为就被那个警察 就抓了 所以就被罚款500欧元 还有就那个法律说 从现在为止15年 不能骑自行车 但是他可以骑马 他骑马可以什么 骑马在德国 也是一种交通工具是吗 算是 可惜的是 因为他对马毛过敏 这个我觉得听起来有点荒唐 我觉得肯定是假的吧 对 我也觉得是假的 那个骑自行车 然后罚款 我觉得是可以的 可以的 因为这样一个意思 有这个问题 但是之后的那个真能骑马 然后他刚好对马的那个马毛 我觉得有点 太巧了吧 太多了 事实上各国都会有一个酒驾的处理 对不对 对 比如说在香港也是法治市区 如果碰到酒驾处理的会不会很严格 严格 现在很严格 一抓到 坐牢吧 美国就是你平时吹气的那个 测这个酒量 会安装到你的车子里面去 每次你开车必须得吹气 要是查到有酒 车是打不开的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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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认为 泰国酒驾法律很有意思的 如果你喝酒然后开车 可以坐牢最长时间就是10年 然后如果罚款最高就是 2万人民币吧 但是最有意思是什么 为社会工作 比如说打扫卫生间 啊 都要做一些社会工作 做移工 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吧 就是一个女明星 然后她被捉 后来她要到一个地方 在那边洗碗 有很多人到那边拍照片 变成了一个新闻 好 接下来刚刚有没有说过 四则新闻当中也认为它是假的 你们认为谁刚才播报的新闻 是假新闻 请亮提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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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德国老师 德国 德国 德国的得票数非常高 我们这样 我们由每一则新闻的新闻主播 来依次公布他们的新闻 到底是不是假新闻 请问大卫 你的新闻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请公布答案 其实啊 你们都 这个选择 有点让我惊讶 因为这个新闻是 真的 哇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证据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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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淡定 哦 哦 朋友已经起身了 朋友吓到了 走了 哇 太忙了 太喝了 太喝了 好轻松啊 他的胆子真很大 我的天啊 疯了 其实 疯了 还喝 接下来是布莱尔 布莱尔 我的故事 是故事吗 是故事吗 哦 哦 哦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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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刚才选择布莱尔的是哪两位啊 好 我们谢谢布莱和吴雨翔送上的一问 九千揍 大哥在一起 现在只剩下林宝怡和吴宇祥两位了 他们当中有一个真 有一个假 所以我们先揭晓德国这则新闻 我先第一次支持德国 我的新闻 不可能是不真的 这么多人选择 不可能是不真的 是真的 漂亮 德国学生 酒驾驾驶自行车 被判十五年 不许骑车上街 哦 哦 太残忍了 是真实的 所以经过吴宇祥这段新闻之后 我突然发现 本场除了主持人之外 其他人都没有通告费 哎 有 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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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哥 所以这段新闻 宝哥这个是假的是吗 假的 我们唯一的获胜者就是孟天 恭喜你 孟天 说一下你的感受 就是当别人都没有通告费拿的时候 只有你一个人有通告费的时候 什么感觉 正常 正常 对 好了 那刚刚呢 通过这些新闻的竞赛的话呢 我们大概了解到了 TK11国的酒的地位 是不是爱喝酒 爱喝酒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 那今天TK11的部分成员呢 也带来他们要推荐的 具有本国特色的酒 我还终于到了这一趴 哇 这是我今天节目 最期待的一个环节 而且我们可以有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主题就是 破除误解传播文化 哇 从来喝酒没有喝得这么高大上吧 是的 这舞今天的全球文化大战 好 我们先来上酒啦 先问一下宝哥 宝哥 你喝过的一些酒当中 你最推崇的是哪里的酒 最爱的是中国的白酒 但是一定要慢慢喝 不是那种 干干不是那种 那个不是品酒 对 那我们现在就请各国青年 来推荐本国的美酒了 我突然觉得普雅那边好不合群 宝 我们这儿有多少杯酒 普雅那儿就有多少瓶水 没有 抱歉 但是为什么普雅那边 还是有一瓶酒呢 因为不是品酒吗 这不是酒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之前也说过 汽水 在七千年前是古波斯人 发明了红酒 对 我记得 五千年前是古波斯人 酿了啤酒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饮料 它的味道跟啤酒是很相似 但是呢 它是一个完全没有酒精的 一个清正饮料 那因为你们没有酒的话呢 你们有一个想干杯这个说法吗 因为你们有酒吗 其实现在的艺朗 没有干杯这个说法 但是在古波斯就有这个干杯这个说法 怎么说 我们会说 别撒罗马蒂 别撒罗马蒂 别撒罗马蒂是为了健康 来 别撒罗马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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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带点柠檬口味 是的 特别撒罗马蒂 德国的你觉得怎么样 因为在德国啤酒是很有名 你想说这个是啤酒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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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说实话 它的味道跟啤酒是无关的 真的是两回事 差远了 差别真的很大 但是从一个汽水的角度来说 真的好喝 对 糖酸饮料 真的好喝 糖酸饮料算是 这个是 我们加拿大的冰酒 其实是冰葡萄酒 冰葡萄酒 因为他们酿这个酒的过程 是葡萄等到冬天冰冬了之后 才会开始这个酿酒的过程 所以它会更甜 所以它特别适合 你吃你甜品的时候 喝这个 和甜品很搭配 但是你吃你正常的餐 牛排或者沙拉什么的时候 不太合适 如果在加拿大说干杯的话 就是英语吧 就是英语吧 但是因为加拿大是一个双语的国 在说法语的哪些部分 可能会说sante sante 健康 健康的意思 s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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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只有最南边的一个部分 可以种葡萄 但James 你每次都给我的感觉 你特别的man 然后你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那种 特别男的 特别男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怎么没有男人喂呢 喝一个女孩子 烤梅吧 喝这个酒吃你甜品的时候 我觉得很浪漫啊 这是 这是谁要推荐的 肯定是我们美国人推荐的 首先我什么都不说 大家拿起你的杯子看这个 其实我不解释 它已经够完美这个东西 这就是美国的马提尼酒 这是在美国19世纪的时候 发明的一种酒 到20世纪在美国 变成美国的象征 有人说过这个酒是世界上唯一出了 莎士比亚十四行 Shake Experience Sonnets 一样美好的一个东西 那就是这个马提尼酒 吹牛 但我觉得大家 天上有一个牛人来飞 地上有一个人吹牛 吹牛 吹牛 这个酒是拿金酒 还有苦干酒 加上 大家看这个 还有全能的一个酒 它还配蔬菜 这个橄榄 对吧 这个东西 但这个酒为什么会走遍 全世界变得这么的有名 不光是我们美国人 发明能力非常的强 跟这个英国有关一首歌 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 点这个酒的时候 他们怎么说 James Bond I'll have a martini shaken not stirred Welcome martini shaken not stirred Cellum James Bond is here 但是我跟你讲啊 说实在话 你讲完以后 我脑子里面没有出现 James Bond 还出现shaken me 我的名字是Lev 乾杯 来 韩冰 虽然你不能喝 乾杯 乾杯 谢谢 坐 乾杯 我就给你们介绍一下 韩国的性价比之王 烧酒 我们本国的国民都认为 这是一个国民酒 这个酒精度是多少的 最高最高也是20度左右 还好 那怎么喝 就是倒酒喝 我跟你说 没有 我觉得 韩国人喝酒特别有意思的 他们是这样有两种喝法 一个是 每个人要先说一句话 再喝 另外一个是 你给别人 所有的人都是你倒酒 是啤酒 和这个小酒一起混合的 对 关键是他们怎么分的呢 他们会把一个 一瓶 就比如说四个人 或者五个人 瓶子堆起来 然后他们会在这里 放一个 放一个在这里 对对对 一起连起来 然后就像高尔夫球一样 屁股一定要翘 然后就 很好玩的 就是在这杯撞头 啪 那就 这个应该是醉了以后的了 那接下来 那个韩国 如果是干杯啊 或者是 怎么说 其实说的干杯的话 跟中国的干杯有点 发音有点相似 是 但是年轻人之间 我们就比较喜欢说 好 蘸 蘸 蘸 来 蘸 蘸一个 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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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给你们带来的是啤酒 我们德国的纯粹的啤酒 啤酒 啤酒 为什么我们德国的啤酒 是那么好喝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德国有一个 叫纯净法 纯净法控制所有的调料原材料 大麦子 小麦子 酵母 还有那个啤酒花 啤酒花 全部都是按照一个法律 规定来做的 所以所有的德国的啤酒 都是质量很高 还要好喝 吴玉胜 我很赞同这个点 因为在加拿大 包括美国一些其他的国家 我们啤酒他们会加进去 可能糖或者大米 一些其他的材料 包括水果 但是不一定好喝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棒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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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玉胜 在德国有没有一个喝啤酒的方式 叫Shotgunning 因为这是加拿大一个很常见的 一个喝啤酒的方式 有Shotgunning 对我们来说是 你拿一个罐头 然后就拆开 不是打开是拆开 然后一下子就一口气喝掉 对 但是在加拿大 你总是需要做一个比赛嘛 看谁可以喝得最快 所以我今天想挑战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布雷尔 因为他是第一名 第一名酒鬼 对 我这个不是啤酒 这是汽水 这是汽水 所以布雷尔 如果你有一个钥匙 你可以和我一起比赛 这个事情好不好 哇 哦 好 加拿大和英国 Ready Go Ready Go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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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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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慢了 太慢了 花子蟹了 James James 咱们俩不是个重量 我们不是个重量 你已经比他慢了二十多个车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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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她说的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挑 挑选一样自己会输的项目 跟人家挑战呢 我想挑战我自己嘛 挑战人生没有意义 我明白 天哪 接下来其实 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 这个是英国苏格兰的威士忌 威士忌 对 其实我觉得我喝威士忌之前 我要摆一下詹姆斯的这个坐姿 然后这样 对 对 对 威士忌是跟葡萄酒有一些共同点 就比如说你可以品 每一瓶酒都是有不同的味道 都是有不同的可以享受的一些点 如果你是想加东西的话 一般来说人喝威士忌的话 会加上很纯净的水 可以把这个酒精稍微稀释掉一点 享受威士忌的味道 什么样的水 你们是这么喝的 什么水 就什么 一宝款前水 那么在英国的话喝酒说干杯 有别的说法吗 其实我们跟加拿大 澳大利亚 和美国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有时候会加上一些什么 祝你健康之类的话 我们不是干杯吗 你们怎么不干杯 等一下是这样的 我们就虽然在中国是干杯 可是这个喝的是威士忌 OK 找借口 但是我想说一下 在中国 起司和干杯是两码事 对 两码事 在国外就是起司就是碰一下 但是干杯也有另外一个说法 不只像在澳大利亚 是chogalag 啊 就是干了 就是 对 我不叫别的人 chogalag bottoms up chogalag 宝哥 宝哥如果在香港的话 用粤语大家会讲干杯这种话吗 Yam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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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翻译成普通话 是哪两个字啊 是尹 尹 胜利的胜 啊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啊 就是有一个战斗民族 而且是酒文化也是比较发的一个地方 对 你竟然什么都没有推荐 这合理吗 对啊 今天要给大家带了 西瓜 果盘是吗 西瓜 哎 等一下 有点健康了 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也有 OK 逗你们玩 逗你们玩 其实俄罗斯有各种各样的 西瓜 喝酒的方法 包括西瓜 先给大家介绍俄罗斯的果酒 有一个俄罗斯的化学家叫Mindeliev 就是那个发明元素周期表的那个 Mindeliev Mindeliev 对 对 原期表 他发明了就是当代 获得加的配方 这个酒已经变成了全球鸡尾酒的基础 基础酒 不是 我觉得你讲鸡尾酒 讲半天勾引大家的胃口 就没有鸡尾酒啊 你只有果盘呢 什么果盘呢 多了这个酒精大家看一下 我带了 天啊 华 华 哇 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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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 这我真的头一次见到 我也第一次见到 宝哥 你行走江湖多少年 有看到这种合法喝酒吗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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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太甜了 真的还可以 是什么 好 其实这期主题是 这个酒是不是一种 社交和应酬的利器 对 这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酒文化 是 如果你在酒桌上犯了错 非但不能拉近距离 甚至可能惹怒对方 在不同国家有什么样的 喝酒的禁忌 大家来分享一下 不能做的事情 在英国买酒是轮流买的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禁忌是 如果你的朋友 是经常给你买到酒 而你不回礼 他们会很生气的 对 就是在澳大利亚 我们有一模一样的文化 就是那种 Myshell 这一顿我买的 Myshell 等一下 我问一下啊 好 因为在中国是这样的 中国我们经常会抢的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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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这样 那如果在英国 你忘了去买了一轮酒 你会得罪人 但是如果你每一轮都抢了 会不会得罪人 对啊 也是得罪啊 我觉得是 对 在加拿大如果布莱尔买每一轮的话 我会觉得他有什么目标 对啊 他是不是想说服我 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东西 好 那这样 借由布莱尔 给我们开的这个 九州文化的小头 我们这样 我们要继续进行一项 有讲竞猜 蒋平然是针对猜错的人 如果猜错的话 同样是没有通告费 我们已经没有通告了 没有了 所以下一期又没有了 下一期没有通告 对 如果这一次仍然猜错 就是下一期通告费也没有 好不好 大家仍然我们请大家 在题板上写出 你认为哪一项是假的 以下的喝酒禁忌当中 有哪一项是假的呢 A 喝酒时 不能自己给自己倒酒 B 喝酒时 必须盯着对方的眼睛 C 喝酒时 必须插腰 D 喝酒时 不能把酒撒了 好 来 请亮题板 选C的选项居多 对 好 正确答案就是 正确答案是C 好 平了 没事 喝酒的时候手插腰 这下是假的 是假的 所以请其他各国来认领 刚刚那三个其他的 喝酒不能自己倒酒 韩国 韩国 我写了 你也 韩国的一个酒杯 他如果就是 自己倒自己的酒杯的话 有一个迷信 这一点是对方的不礼貌 是怕三年之内要倒霉 更恨的就是有一种说法 是你三年之内不能找对象 找不到对象 接下来B 盯着对方的眼睛是哪一个国家 德国 好尴尬 德国 怎么做的 怎么做呢 就 没有你那么猥琐的感觉 好吧 奇怪啊 你说婆娶你干杯的时候 你要看对方的眼睛 你为什么呢 啊 每秒钟嘛 来 为什么呢 不然的话你就你的爱情生活 七年 七年 特别的倒霉 三年 七年 哎 等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韩国跟德国 在一个酒上面 一定要把自己的感情 使用堵进去呢 这关键你的老婆什么事情 所以就是一直到喝完这一口 你一定要一直盯着对方 是这个意思吗 哦 不是 就干杯的时候 这个 好 第一呢 这个是澳大利亚的一个 真的吗 对 而且这个有历史 因为在澳大利亚很多人在 呃 匡区工作 比如说吃午饭 也喝一杯啤酒 但是如果你把你的 同事的酒弄撒了 你要被所有的人都打了一次 打到你肩膀 你要知道在匡区工作的人 有好几百个 每个人都打你一次 比如说就是这样 打的球都是 是真的打啊 对 好了 刚刚的大家都不错 接下来我们猜第二道题目 请问TK11国当中 以下四个现象 你认为不可能发生 是假的现象的事 嗯 A 喝酒时拿错别人的杯子 要罚站一个小时 B 碰杯时如果人数是双数 那需要有一个人与酒瓶碰杯 C 看到有人把酒洒了 要全场人大声喊Taxi D是敬酒时一桌人 用一个杯子喝酒 请大家做出选择 哪一项是假的 3 2 1 A 撒了 A 撒了 Taxi 等一等 等一等 重点是不知道Taxi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那我们看现在五位选D 选B的一共有两位 选C的只有一位 A的有四位 好 那么正确答案就是 A 那我们分别来认领一下好了 如果碰杯人数是双数的话 有一个人要跟酒瓶碰 这是哪里 这是俄罗斯 我们非常讲究数量 所有双数的东西 跟不吉祥的东西有关 单数的东西 跟吉祥的东西有关 就比如说有六个人 碰完杯之后 最后一个人就是跟瓶子 就是这样 稍微简单地碰一下 为了凑数量 就不让它变得双数 那请问一下 如果有人把酒撒了 全场要大喊Taxi是哪一国 是这样的 比如说如果一个人 在喝酒的时候 如果你喝的时候 你听到一个杯子碎了 所有人Taxi他醉了 你给他叫一个出租车 让他回家 哦 这样 对 最后一个是 敬酒时 一桌人用一个杯子喝酒 是哪里国家的 是哪里 韩国 真的假的 你们怎么记得到哪里 哎 先先讲我 不卫生 先听我讲 这很不卫生吧 不是一定会这样 是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们 就是长辈给晚辈敬酒的时候 帮我一下 哎 就有可能会产生这种情况 比如说你 就是你的公司聚餐的时候 你的上官给你倒酒的时候 就喝完了之后 就喝完了之后 我喝完了之后 然后再给他 我给他倒 一个杯子 哦 哦 他是长官嘛 跟每一个人一起敬的话 有可能发生一个杯子 轮到所有人的 哦 我觉得就是不管你在什么国家 除了尊重当地的酒桌文化之外 也要懂得在酒桌上有眼色 像寒冬秀也好 或者我们中国朋友也好 如果酒桌上 你是跟你的老板在同一桌 有人在向老板敬酒 那喝太多轮的时候 你该不给帮老板来挡酒 我想跟大家做一个即兴的表决 你们认为在酒局当中 不应该帮老板挡酒的 请举手 不应该啊 不应该 不应该帮老板挡酒啊 不应该 啊 只有吴玉祥 都咋了呀 吴玉祥你要帮老板挡酒对吧 当然啊 如果你特别喜欢你的老板 可以挡酒啊 我们在德国根本没有那个挡酒的 那个概念 如果你作为一个德国人 然后你还要跟你的 你还要跟你的老板去喝酒 那你肯定特别喜欢他 哦 所以我肯定 因为我们基本上 你跟你的老板一起去喝酒 在德国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澳大利亚 如果这样的话 老板就输了 因为如果你当一个 另外一个男的喝酒 就说明他不够男人 对啊 哦 对 比如说我会觉得 我在不尊重他 所以事实上就是 老板还真的酒量得好 没错 因为大家都可能会先跟老板喝 是 甚至是我们在局当中 真的酒量不好 喝不了了 大家有没有一些 听起来合理 又不伤对方面子的 委婉拒绝的方式有没有 在哥斯大利家一般 就会直接就跟对方就说 哎 不好意思 我已经喝多了 对啊 我就不能再喝 然后对方就会说 好吧 没问题 对 对方好同情达理啊 在哥斯大利家是这样子的 在他也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比较委婉的说法 因为 因为呢 我有很多中国朋友都会说 他们对酒又过敏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我之前说过 我是吃那个抗生素 所以我是不能喝酒 但是在澳大利亚 你有一个好方法 你会开车吗 呃 不会 哦 那就完了 因为在澳大利亚 因为在澳大利亚 就是每一次出来 就是兄弟出来 就是会选一个人 好 这一次谁是 designated driver 就是谁开车 所以就是说 只要你是那个开车的人 你不可能喝酒 嗯 James James你是 你是演员嘛 所以你的主武器是演技 所以我可以推荐你一个方法 就是跑酒的时候 就这样正常说 哦 好好好好 哦 哦 哈哈哈 故意把酒都撒是吗 装醉嘛 然后人家说 你已经考了 就不给你喝 天呐 韩东秀你好会演呐你 这个很厉害 装醉 好 各位 我们要表决一下 各位 还觉得 应该把酒 当成是一种交际的利器吗 如果你反对 或者觉得不正常的 嗯 请按灯 大卫你换了 其实我最开始觉得就是酒 它是可以成为交际的利器 但是我个人提倡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尽量不能喝酒 就是不要喝酒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是做朋友的话 我们要看这个人喝不喝酒 你看这个人好不好 就跟他交朋友 所以现在的这个局面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会更加健康的 因为事实上 对 如果说是因为某项工作 或者某一个生意 你用酒作为一个敲门砖 这个其实是存在在现实生活当中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更多的 咱们是不是换另外一种方式 我能不能把跟合作方的那顿酒 留在我们合作愉快的庆功的时候 大家开怀倡议 而不要把它作为一种投食问路的工具 没错 非常 对 OK 好 好了 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边 我觉得到最后我们应该再来一个 干杯 因为我们今天合作得非常愉快 OK 我都没有说意大利语怎么说干杯 那最后我们用意大利语 意大利语干杯应该是怎样 有两个说法 一个是叫清清 清清 当时是英国的水手 从东方带进亚洲的一个说法 他们可能听不清楚东方人说什么 他们轻轻轻轻 OK 但是现在我们在意大利不会有清清 主要的是 Sa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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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Salute 那意思是为了你的健康而干杯 OK 好 那我提议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把这样的一句助语 也送给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那就是意大利语的Salute 好 好 我们为所有观众朋友的健康 来干杯 干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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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本栏目独家冠名商 蘑菇街 感谢怡宝为本栏目提供饮用水知识 感谢温碧泉透心盈防晒入 欢迎大家登陆新浪微博参与世界青年说话题讨论并参与投票 你的观点 电视上见 更多观点可以上蘑菇街APP互动社区参与话题讨论 观看节目的同时您也可以登陆官网平台江苏网络电视台和荔枝新闻客户端了解相关资讯 欢迎登陆新浪娱乐腾讯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搜狐视频中心网娱乐关注节目相关信息 同时手机用后还可以登陆腾讯新闻客户端凤凤凰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 今日头条移动资讯软件Zacker 节目更多信息请登陆手机百度和百度铁巴了解 感谢视频合作伙伴腾讯视频搜狐视频 优户网爱奇艺乐视网PPTV的大力支持 欢迎关注世界青年说官方每拍参与节目话题活动